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 他来自于马来西亚 他的名字叫做江振伟 是一个极有天分的自闭症青年 他三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和多动众 同样他也是一个自闭症的学者 一位钢琴家以及视觉艺术家 他同样也是亚洲第一位 在13岁就举办独奏音乐会的自闭症钢琴家 那在他的儿童时期 他很快就能记住音乐的音符 改变音乐 没有经过专业的音乐训练 就能分析很复杂的合音 那就非常的厉害了 而且他在11岁的时候 这位年轻的神童 在著名的音乐教授 Nikolas博士和爵士大师 Petcher Sean先生的指导下 接受了正规的音乐教育 他有摄影技艺 并创作了一首名为 音乐会幻想曲的钢琴曲 他用音乐与世界联系 让世界都更好地了解了他 最近啊 郑伟还获得了伦敦音乐学院的准学士学位 是的 在郑伟的母亲啊 发现郑伟患有自闭症的时候 她的母亲很快就采取了行动 那郑伟呢 是被送到了许多特殊的学校 进行治疗和干预 那不久呢 母亲便发现她对艺术和音乐的爱好 那郑伟虽然语言表达可能不是太好 但是她通过画汽车 轮船 飞机 以及各种交通工具 并且她弹钢琴 找到了自己的慰藉和表达的方法 同时她还获得了很多奖项 比如妇女和儿童发展部颁发的 2019年杰出青年奖等等 2017年 她更是入选了美国自闭症的名人堂 不得不说呀 郑伟能够有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啊 最大的功臣就是她的妈妈 是妈妈握住她的手一步一步的前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大屏幕看到的这支歌呢 是由她的妈妈编曲以及演唱的 那郑伟呢是负责伴奏的部分 那这首歌呢 也是在很多地方感染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 来欣赏江郑伟和他的妈妈 为我们大家带来 Hold my hand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订阅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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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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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